变形金刚汽车人实力大盘点 第十三名 爵士 能歌上舞的汽车人战士 作为两年半练牺牲的他 是秦天柱最早期的副官之一 他的载具形态是一辆通用公司的庞迪亚克GX 别看他个头哀想 在战场却是不可多得的一员猛叫 在作战时他总是冲锋在前 为队友披荆斩棘 可惜在变异决战时遭遇巅峰威风 为了掩护救护车和铁皮车 最终被威震天残忍无情的四季 第十二名 迪诺 身法流战士的巅峰带打 一把双刀耍得如火成青 风体火红的配色让其炫骨无比 作为专业遛狗牌 迪诺靠着一双狗绳狂六斗鹰 最终配合大黄蜂成功将其解决 他的载具形态是一辆法拉利入门技超跑四五八 作为汽车人里的高人气决绝 迪诺的出场镜头虽然寥寥无几 却依然令观众们印象深刻 第十一名 横炮 长相库斯郭富城的大帅哥 由于其脚下安装了汉兵鞋 因此他一身划船都从来不用讲 只靠浪 他的载具形态是一辆雪佛兰科尔维克概念跑车201 据说此车在美国属于国宝级超跑 而横炮这辆更是已经平产 可谓非常的稀罕 在影片中横炮在追击逃亡的边路时 凭借高超的速度 一记手刀就将奥迪二八提成两辆了 估计是奥迪品牌方给的太少 可惜如此飘逸帅气的横炮在变三之后 火盆迪诺一起消失的无影中 那么你们知道他们俩去哪里了